大家好 我是五仔 難得回到香港找了一位朋友跟我一起廣播 你好 Hello 我是希臣 希臣有時都在我們的台上嚇吞吞 今天跟大家說說娛樂圈發生的事 這一節有少少政治 為什麼呢? 高凱玲 高凱玲不是很政治 不過她說體諒美斯缺陣被人罵到 剷了上天花板 體諒美斯缺陣? 她擺明和大家過不去 為什麼要這樣呢? 你看到難得 應該的 不過應該的 中港齊心 你也看到內地的網民說 你國家隊可以來阿根廷 美斯麻煩你回家睡覺 我們看到很多人因為這件事 我的同胞也跟我們出一口氣 但是美斯說日後也希望來香港踢回牆 是嗎? 我們香港人也想你躺在那裡有人踢你一腳 是嗎? 我踢一班牆就是這樣 你躺在大球場 躺在中間我們一人一腳 就是這樣 說一下高凱玲 為什麼被人罵到呢? 要去解釋 另外有一位朋友 這個真的認識的 就是前東章女神 現在就是武漢政協 就是王衛軍 很像 你覺得很像嗎? 我那個樣子都… 不好意思 是王衛軍 我叫他英文名字多 不是東章那個 是那個 是王衛軍 說了一些話 很多人給了一個讚 這個最多讚 就是 說 你美斯搞這些世紀大騙案 只會令我們中國香港人更團結 嘩 那是一個政協 另外還有一個政協有話說 就是肥媽那時候 就在那裡說 那些垃圾膠袋 精廢 就是那些政策 曾經說過垃圾膠袋 是啊 他好像說會拍片 說那些垃圾都很容易穿 唉 他現在找到那個 謝展環 那些人 竟然一起出來 咦? 之前你們反對 突然間有人出來跟你對質 找晦氣 究竟肥媽用什麼態度去做這件事 說什麼 是不是又是轉方向呢? 我們就要了解一下 那麼呢 近來那個美斯憲局 相當之嚴重 你自己本身怎麼看這件事呢? 其實我自己認為 嗯 PR很差 做公關不好 是的 沒錯 我一直的想法都是這樣的 就是你之前 你上一場 你都說 下了一場 踢了七分鐘 是 但是今次就 一分鐘都沒有 一分鐘都沒有下過場 簡直好像說沒有在後備名單 沒有在後備名單 就是告訴你一早就不會出場 是的 他一開始已經告訴你 不會出場 重要的 你完整整個故事 你都沒有交代 就是你沒有在球場 當面跟你的粉絲交代 這樣的公關系 我覺得很差 收了我們香港人五千萬 就在這裡坐 是 那裡肯定是我一輩子都賺不到的錢 那有些議員就說 喂 你的主辦商好一個星期內回水 如果不然我們就告你 這樣說 我知道 他的錢都下了袋 他現在 如果他這樣的話 就只賠 如果他是 是輸的 輸五千萬 是的 他輸了請別人來的錢 他會輸幾千萬 是啊 但是他賠不賠才行 你說叫他賠而已 這麼大筆數呢 如果一千六百萬 他不申請贊助一件事 不申請資助一件事 五千萬就是另一盆贊 是不是 我敢上天花 你這個叫做 什麼都被他拿了 幾千萬 嘩 我覺得很難說 但是有些人竟然是支持 美思 不踢球 那麼高凱寧 真是多口 這麼大膽 是啊 老實 高凱寧在新聞女王裡面 是做政府的公關 哈哈 他自己想搞單 公關災難出來 告訴你們怎麼拆 哦 他怎麼說呢 就見證整個過程 他是有份坐在那裡頭惡惡的 那麼他說 聽說他受了傷 作為球迷呢 希望他也有很好的身體狀態 出席真正的比賽 所以我覺得可以理解和體諒 嘩 呃 他說不舒服很重要 他說不舒服 他說不舒服 不是啊 來到我們香港不舒服 是啊 他來到香港就不舒服了 看到超哥不舒服 哈哈哈 不是吧 嘩 我看到超哥如有神座 對不對 精神飽滿 現在回到香港 嘩 他一去到日本就懂得飛 不是啊 其實他有很港仔的 這件事 跟那些香港人一樣 在香港人爭吵黑臉 去到日本就 嘩 就脫光猴 你去到日本是不是這樣 我不是 是的 很多香港人 是 我經常去到日本 那 就是高凱凌這樣 一此話一出 就被人罵到 嘩 真可憐 罵到要出來 再回應 是啊 他說 為免產生更大的誤會 我覺得有必要向大家說明一下 他想說什麼 不是 因為他那些誤會也有很多 他說首先 作為球迷 希望他下次康復 有一個真正的比賽 就是這次我們這些 幾千萬請他回來 是流料來的 就是下次才有真正的比賽 下次是不是這次買了票 是否下次可以免費入場 因為可以發動很大的 你這樣 代表我們香港隊 就不是真正的比賽 嘩 很多話說 不要亂說話 政府PR 新聞女王 許詩晴 你去到這個位置 不簡單 他說 他要和大家 一約 其實我心裡是大家 他說 對於美斯莫樂場 踢球 我是感到失望 他說當天回應記者 他說 看球隊教練 在賽後記者會回應 他說受傷 聽說他受傷 就這樣說 正常來說 受傷當然是什麼 他說他想表達很簡單 他說我很投入看當天的賽事 他說因為 中國香港隊 踢得很好 四比一 小姐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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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過平時都沒有什麼 可能我猜 不會看球的人 說他踢球好不好 我覺得又不是很合理 都不是的 我完全沒有看這場播 我覺得 我覺得 用回他們 根證描紅 中國香港隊 踢得相當好 為什麼 看到國際賣物 進了一球之後 很快幾分鐘 就已經一比一 被人追和 是 之後再進三球 其實在上滿場 大家都拍爛手掌 如果香港有這樣的表現 可能是體力問題 可能會不會是 呃 不清楚 我一定不評論這個 不清楚 可能別人上滿場放水 哦 OK 就是不要落你面子 入不入球也不要緊 最主要其實贏輸也不重要 你美斯不在 哎呀 真的 你還要在日本 踢足三十分鐘 是啊 那一刻是離譜 他連衣著也不同 一來到就 打球 打球 熱身 所以 他說我會持續關注這個事件 許思程說的 他希望這件事有合理的交代 他說以後會神言 作為公眾人物正向的引導 這樣 我也會持續關注你說的話 今天看完 許思程這麼說 一足高凱寧 他說 毅人易做 他說 根本沒有需要 為某些曲解的言論致歉 好 你就試試拆吧 哈哈 怎麼拆啊 大哥 你沒得搞啊 你這些西瓜靠大邊 喂 霍啟江 李嘉招 你跟著說很多什麼 什麼標 有那些什麼議員 還有很多很多人 全部都說什麼時候 你突然說諒解 表示 不行的 你諒解一件事 我也覺得很失望 不過 有時候你想站兩邊 有些位置你也是要 都要站一邊站的 說得公公道道 厲害了 為什麼說不出他的中文名字呢 因為我經常叫他Burmi 他現在很厲害 本身是東章女神 現在就是政協 他發表偉論 只會令中國香港人更團結 我看到這件事 輸人不輸陣 輸陣也不輸人 為什麼 你不是看到 在內地 現在是一面倒是抵制 美斯 我也看到 他說整個阿根廷 你也可以來 美斯 你就不要辣 罵到他那個 梅建國 你知道美斯是中國人 我知道 我完全知道 你知道倉井空也是屬於中國 是的 這個 美斯是中國人 一個中國籍的阿根廷人 他好像不知道在哪裡出來的 老爸是姓梅的 這個 其實真的令到我們心緊扣 看到血龍於水 那些同胞真的幫我們說話 你看到嗎 完全了解 我也了解 是的 那裡簡直是很開心 我很少回香港 很少見到那麼多華人 大家在地鐵裡都很緊貼 哈哈哈哈 很聯繫 對 很貼近 很貼近 那王詠君就寫 真心覺得每一件事 只會令中國香港人更團結 這樣說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會令中國香港人更團結 因為這件事 團結了什麼 就是一起叫他回水 就很團結 一來 一來 還有大家說的話題 就有那個方向性 就看到 像超哥 就是政府那邊 你看到有些YouTuber 本身經常說自己 總之是 好像是 持相反的意見 你也看到是 總之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全部向著同一個方向進發 所以就導致到 可能見到是團結了 不可以簡單 我們要複雜地去說 就是 超哥認為現在也很麻煩 就是本身打算罰他們 不給贊助他們 就是在一邊 他罰他們 罰他們不了 罰不到 你不給1600萬 就算是什麼 現在要5000 對 現在要完全 這樣就像罰到了 完全不給他 那 接著有些 經常有人說 這個年代都不是說什麼顏色 但是都是 總之一面倒 所以你看到許思晴 就被人 你真是 我真的 這件事是很一面倒的 真的完全沒有什麼 誰敢說 其實我們都是體諒美思的 你知道嗎 我跟霍哥聊天 他跟我說這件事 後面的年輕人都在說 霍哥怎麼會這樣 我說 我個個像你一樣 有專業操手嗎 收了錢 錢一定出場 出場坐在那裡 他也有出場 坐在那裡 那不行 那你不如下次掛個紙牌 就算了 你用什麼過來 紙牌也斬了你的頭 斬了 好 我們說說另一些政協 肥媽 是不是真的可以風吹哪邊 又向哪邊 曾經露斥政策製造混亂 謝展樺 在屋邨 他找晦氣嗎 兩個人不是吵架 說到就是這樣 其實他們這些 為大家齊心的崗位 他們有崗位 肥媽 那時候入到方艙 又說好住又盛盛 不是吧 方艙也接受到他 但是現在垃圾那裡 真是頂不住 現在8月才實施 其實已經推後了4個月 曾經說這個垃圾蒸廢天下大亂的肥媽 最近在屋邨遇到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謝展樺 遇到 那他有沒有的態度 是否不同 跟他一開始那樣 肥媽一向都是那個樣子 我沒有看到 差不多樣子 都是七情上面 很激進的 激動 他之前說 這個環保的事業 根本就是瘋善 不環保 你不讓人用黑色膠袋 要人買這些膠袋 那你和環保簡直是背道而馳 就是買多些膠袋 這樣 他是這樣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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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覺得你七情上面 簡直是 我一切的決定 氣會盡如人意 哈哈哈哈 你都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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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他拿著垃圾袋就是這樣喊 你自己幻想一下 是啊 殺個氣 哈哈哈哈 他就是拿著垃圾袋 穿洞 好了 就是說他做得不好 他說政府要自己做好些分類 不是把責任對比我們 不是那時候好笑的 說到說 我們收拾垃圾的工作 那些人員就會在下面 逐個找出來 看看誰不對 然後人們就說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的 就是要找 特地找多一個人來收拾垃圾 不是找多一個 都是那個 扔垃圾都扔到 剛剛年二十八那些人 左台右台收你萬三元的工資 然後還說要跟他分類 看看誰是亂扔垃圾 那時候是這樣說 這些片上載完之後 肥媽又出招了 又有片出 是嗎? 說什麼? 看看 看到謝展鑻 謝展鑻 他說 那你只是說我不清楚了 他說解釋了那個政策 和肥媽 那你只是說不清楚了 那我真的不清楚了 哈哈哈哈 他的手有些袋 是要用錢買的 謝展鑻看過之後 嗯 他說 如果做好分類回收 就不用丟那麼多垃圾 也是這樣 做好分類回收 和不用丟那麼多垃圾 不知道 不知道 怎麼知道他知道 其實他這個想法真的很有趣 用一個膠袋 裝著一個膠袋 這個想法只是 他是不是在訪校日本 不是 不是嗎? 他有沒有訪校去哪個地方 沒有 他自己想出來的 應該是 應該是 因為我在南韓住過 日本住過 日本要分類的 就是塑膠和可燃燒垃圾 兩種而已 是 南韓就分得很厲害很小 分到最後是 沒有東西不可以回收的 連廚餘都拿去種花的 南韓真的是超環保 不是 其實如果要學的話 不如學足一點吧 就是我新聞經常說 我說你們這些 飛去南韓住一個星期 再回來 才會再說 人家那些真的是環保 我覺得你把膠袋拿出來 是環保 其實我想不明白 可能他們有更加的高見 有計算過什麼 我不知道 是我不認識的 你知道這條招 當年《蘋果日報》 找我拍過的 差不多 講環保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他的故事就是 你去買東西 48元 欠兩元可以換個環保袋 這樣 環保袋有什麼用 那你下次不用用膠袋 可以用環保袋 好就好 然後欠兩元買什麼 你加一元可以用一個膠袋 他說 我要夠兩個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那件事就是那種本末倒置 你看到有時候 是不妥當 發聲 但我又覺得 不要用一個太過偏激 那種 講一下沒所謂 哦 我們這些也沒所謂 講一下沒所謂 是的 你不要講到又這樣又這樣 有些人會借耳的 這些事情 是的 會的會的會的 會的會的 什麼都弄得很遠的 可以去到盡 有美國佬 有美國佬 是啊 有外國勢力入侵 不要講到這麼嚴重 我們講垃圾就講垃圾 對 講波就講波 不過美斯都是講外國勢力的 他就是一個外國勢力 都是側到歪到那樣的 其實這些大家無雙大雅 大家聊一下 做人都做了這麼多年 都是活在這些 譬如扔垃圾 有一點點改變 人是很難去接受的 看看遲些香港這方面 會不會做得好 我就覺得 我就很難接受到 垃圾袋的改變 我自己 我自己 其實你本來想到 4月推的時候 已經製造了一批出來 他本來想到12月推的 因為已經延遲了一次 是嗎 是的 他再延遲也 即是他已經中途發現了很多漏洞 可能很多問題發生 很多人說 很多人說 連政協應該不是說這些 說了一份 總之這件事 我告訴你 8月就延遲了更多 是嗎 延遲更多 應該就會實行 應該而已 你問蕭先生 如果他說是應該就不是 今天先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的 謝謝